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把教纸,一支marker,一个口罩和一个花楼 花楼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图案 接着,你可以拿起口罩,在花楼上量一量位 在口罩上一 cm 画一条直线 然后,沿着直线,用把教纸剪开 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你可以将口罩再放入花楼,设置多次的位置 现在做第二个步骤 我们准备一张A4纸,跟着口罩的尺寸,将A4纸对折 用剪刀剪开 拿口罩出来的前后,可以用消毒噴模噴一噴 现在完成了第一个口罩图 我们不要浪费那些物资 我们不要浪费那些物资 现在用剩下的花楼做多两个口罩图 用膠纸,贴一贴底部 用膠纸,贴底部 用膠纸,贴底部 1个花佬最多可以做到3个口罩套 是不是很划算呢 如果想环保一些 可以用布代替A4纸 布可以洗完消毒后再用 但A4纸最好用一次浸泡 按电梯神器 其实家里有很多物资都可以做到 好像玩猫用的laser筆 又或者抹镜头的筆 我们可以塗少少消毒液在筆头上 按电梯的时候就可以顺便帮电梯消毒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烟盒这么简单 其实来又乾坤 打开它原来是一个暂存的口罩盒 有时外出只戴一戴口罩 回到上来没可能丢掉口罩 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口罩暂存盒 做法很简单 我们需要准备保鲜纸 然后用胶纸 将保鲜纸黏在盒上 在盒的左右割剪两个洞 下一次下街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口罩 如果家里有消毒噴霧的话 你就可以噴一下口罩 然后盖上盒 下次再用 今次教了自制口罩套 口罩暂存盒 和按电梯神器 是不是很简单呢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教学 喜欢这段影片 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渔夫人 下次再见 拜拜